Hello everyone 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 ND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腾讯云在 Game Boy Solution上的一些技术积累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技术实践 以及我们一些share我们一些技术的方案 首先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于腾讯的 Media Lab Media Lab是一直服务于 腾讯的KQ 以及我们的TRTC解决方案 然后一直做我们音视频通话技术的研究 然后我们无论在KQ上 还是我们的TRTC上 我们其实每天现在都有几千万的 这种用户的呼叫量和音视频通话次数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在基于腾讯音视频技术 很强的技术积累的技术上 我会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 腾讯音视频的 这种GME的解决方案 我们其实现在 今天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包括我们的这种 Real Time Game Boy Solution 第二个是我们腾讯自研的这种 基于我们自有Copyright的这种图片压缩技术 第三个呢 是我们在游戏流媒体技术上面的一些尝试 另外呢 最后是我们基于我们的技术 然后在腾讯的这种游戏 创新的一些玩法的一些介绍 那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种 实时语音的通讯的技术 首先呢 我们的实时语音通信技术呢 是基于我们TensorCloud 然后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种 Unreal Unity Cocos的这种主流的游戏的开发SDK 以及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流的这种游戏的 这种玩家的平台 包括我们的iOS Android And PC 然后呢 我们基于腾讯云的这种 我们的强大的部署 然后实现了一套我们这种 实时一视频通话的能力 同时呢我们支持一些我们特有的能力 包括我们的小队语音 范围语音 位置语音 以及我们一些特有的技术能力 然后包括我们的KalaoK 然后3D Voice 其实在后面我们都会对这些 有很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其实很多人会说 我们现在如果想做一个 这种实时通话的系统的话 我们有很多这种 Open Source的Solution可以借鉴 比如说我们Google开源了WebRTC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有我们这种 Testine的这种 GME的解决方案来在这里讲呢 其实主要还是出于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腾讯的GME呢 有过服务多个大型游戏的经验 其实我们很了解 很深入地清楚 我们到底游戏需要什么样的游戏语音 比如说我们 我下面出的一点 在我们的这种 语音前处理方面 我们其实在游戏中会遇到很多这种 Double Talk 就多个人同时讲话 这种多个人同时发言这种时候 那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做了一个 很好的效果 那对我们整个游戏的体验 会有一个本质的提升 另外呢 包括我们其实 在我们对游戏的深入的理解上 比如说游戏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上 其实有很多种的通话的类型 包括我们的通话的 Communication Mode 还有Media Mode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没有选用一个 合适的Mod的话 那其实会对我们整个的这种游戏的这种 Music 和我们这种一些BGM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音质上的损失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很好的 我们的GME和我们的这种游戏的这种 BGM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韩国 算是我们整个世界上应该是 Top 3的这种网络的状况 但是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它并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网络的状况 会有很多的这种 Packet Loss and Jeter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基于我们中国的网络状况 以及国外的这种网络部署 我们有一套很强的这种 Anti-Packet Loss and Anti-Jeter 这种技术 那之后呢 我也会有一些我们技术指标的展示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让大家 在一个相对于比较差的网络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实现一个 比较好的通话的效果 另外在包括在很多地方 其实我们的Bit Rate 也是一个影响我们这种成本 以及我们用户体验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也实现了一个 比较低的这种Bit Rate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腾讯 我们的一些Kate Technologies 通过的这些的核心技术呢 使得我们与整个这种 其他的解决方案 譬如说我们这种 Open Source WebRTC 有一些核心的差异化 使得我们更能够 迈持到这种游戏里面的一些 对游戏云一些核心的诉求 另外呢 其实我们对这种游戏 各个游戏的场景呢 也有我们一些独特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 最近比较火的这种 PopG的大逃杀游戏中 那其实 它跟普通的这种游戏的通话 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诉求是什么呢 它的诉求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沟通比较实实 第二个来说呢 它其实是一个多人 同时作战的游戏 它会说 比如说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会听到 首先我们会有一种 小队语言 就是我们只能听到 我们的teammate 不能听到我们的animate的声音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这种 3D voice的声音的诉求 比如说我可以听到 某一个人的声音 是从某一个方向来传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很好的定位到 我们队友的一个方向 现在其实 在我们普通的游戏当中呢 我们的脚步声 我们的枪声 其实是有这个效果的 但是我们的 我们其他的这种 实实的语音 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了解到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诉求 第二类呢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这种 VR games 然后它其实也有很强 很强的这种 3D声音的一个诉求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 德州不克的游戏中 那其实我们真正的玩家 是不是坐在 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 就像 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 声音就是从它旁边传出来的 然后那可以给它 一个很强的这种 我想转过头去看一下 我的这种 排桌上的朋友 到底是不是在我身边的 这种诉求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很大的这种 加深了这种 和这种视频一起 加深了我们这种 VR game的这种沉浸感 此外呢 我们还像 现在在中国最火的 就是我们这种 Mobile和 比如说我们的 Mobile的王者荣耀 以及我们的 MGO RPG的游戏 那这一类的游戏呢 其实它对游戏 语音的诉求 就非常的强 尤其是我们在组队进行 3v3或者 5v5的游戏的时候 那整个团队的 这种协同作战 它对这个 延时的要求 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延时稍微大 或者波动一大的话 那整个其实 队伍可能已经被消灭掉了 另外呢 其实我们还 做了一些很 就是对一些 上面只是一些 对战类的游戏 我们其实对 娱乐类的游戏呢 其实也有我们 一个很深的这种了解 和深入的剖析 比如说现在在 中国也在其他国家 会比较火的一个 狼人杀了的游戏 这就是 类似杀人类的游戏 这种呢 就是 纯属发言类的 以发言沟通类的游戏为主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可能 对延时的要求 就并没有那么强烈 那它这个时候呢 其实最强烈的诉求 可能是我能 清清楚楚地听清 我说的每一句话 因为可能掉了一句话之后 然后它的整个的 表达的意思 会发生一个 比较大的改变 另外的就是 最后的一个游戏呢 是我们这种 卡拉OK的能力 比如 因为我知道 韩国人也比较喜欢唱歌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 这是中国的一款游戏 叫KQ Dance 然后其实它在中国 每天的DAO 会过几千万的DAO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 那个 整个的这种游戏的玩家 它会有一个 很强的这种 歌唱的诉求 我会在一个 整个的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我一个人唱歌 然后所有的人听 然后来跟我进行一些 互动的交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它 实现一个很好的音效 包括我们 其实这个技术也服务了 整个中国最大的一个 卡拉OK的产品 叫全民K歌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的 不仅我们可以做到 很好的一个这种 伴奏与歌唱的同步 同时呢 我们歌词也可以很好地 迈持上你的这个节奏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里面是有 很深的一个技术门槛 因为我们不仅迈持到你 那个歌唱端的这种 伴奏的体验和唱的体验 同时我们把歌词呢 也迈持到了我们的这种 观众端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会认为 有一个很强的这种 实实在 卡拉OK的感觉 通过这些呢 其实是说明我们对 这个整个的各个游戏场景呢 会有一个很深的剖析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整个音视频通话 是一个trade off的过程 那你很难说通过一个技术 把所有的点都能覆盖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我们对 各个游戏场景 各个游戏类型的剖析 我们深刻理解了 它们的诉求 通过我们的 然后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特长 在各个场景下 都实现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效果 下面呢 是我们和一个 某一个这种 competitor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我们 其实我们在 无论在我们的这种 音频质量 音频的参数 以及我们在一些 Band Network的表现下 其实我们相对 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优势 而另外来说呢 其实那个 像我们找的这一家呢 其实是应该是 有些游戏 目前已经在用 这家的解决方案 但是它的价格 会非常非常贵 它的授权费 就会达到这种 几千万dollar的 几千万dollar的 这种程度 这个是我们在 这种PC上的一些 这种技术的指标 但是mobile的 其实我们 相对来说 可能优势会更大一点 我在这里 并没有详细地列出来 另外呢 其实我们 依托于我们的 Tencent Cloud 然后我们在有 我们很强的 技术技术的同时 我们也有很 一个很棒的 这种国际的 服务器的部署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 这种覆盖六个大洲的 这种节点的部署 然后我们可以 同时呢 我们可以很快地 支持游戏的 这种服务器的扩容 For example 然后我们在 上个月 其实我们有 泰国的一款游戏 然后其实它 需要在短时间内 完成一个 这种百万跌入的扩容 其实我们在一周内 就把它这个 给很好地 进行了一个支持 另外呢 虽然我们看到 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器 但是这个可能是说 我们可能通过一些 这种比较强的部署 就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对这些 服务器的部署 我们还有很强的 一个控制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我们目前 我们实施的一个 Monitor的试图 在这个试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For example 我们现在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中国的玩家 和一个美国的玩家 一个韩国的玩家 在一起玩游戏的话 那其实如果我们 中国和美国 有一条链路的连通 那其实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 中国到韩国 有一条这种 中国到美国 有一条专线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很多时候 由于网络各个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这种 负载的过高 以及网络临时的 这种故障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可能 它的专线效果 并不是最好的 可能从中国 到一下韩国 到一下日本 再到一下美国 那这个的效果 可能都要好于 从中国直连于美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通过我们 这个Montator试图呢 以及我们这种 基于人工智能 这种链路的优化选择 我们就可以 很好的为大家 选择一条 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 同时呢 我们可以做到 很好的这种 并发的负载 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大家都 分配到 最好的一个线路上去 然后同时 我们很好的 监控到我们 网络的问题 那整个上面的是 我们介绍的 我们这个 整个GM的解决方案 同时 我们会提供一个 这种 这种非常simple的 这种integration的方案 就是说 其实如果实现 我刚才说的 几部功能的话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 sample的代码 然后可能 基本上我们 我们内部 腾讯的天美工作室 会有一款游戏 它在三个小时内 就会完成了 这个基本功能的接入 其实如果有需要的 这种开发者 我们也会希望 他会去尝试 我们这个服务 以上呢 主要是介绍我们 这种 GME的 这种Voice Solution 下面的一个技术的介绍呢 是我们 基于腾讯的这种 Image Compression Technology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整个韩国是 世界上Top3的 这种网络速度 那在其他国家呢 其实不仅会面临到 网络速度不好的时候 游戏的效果打折扣 还会面临到 我们游戏的安装包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size 可能是几个G的这种大小 那其实对于 大家的下载速度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的分析呢 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安装包中呢 其实带来最大的影响呢 是我们这一些 游戏的素材 游戏的Picture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对这个技术 也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基于我们的这些技术的积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主流使用的是 我们的GPG GPEG 以及PNG和GF的这种压图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的压缩效率 并不是很高的 近两年呢 谷歌提出了一个 这种新的压缩方式 叫VLP VLP呢 其实它的压缩效率 会比JPEG 以及PNG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这里还有很大一步的 优化的空间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的这种 编码器的内核 我们就 BaseABS2 然后进行了一个 很大的程度的优化 然后实现了我们自己的一套 图片加速技术 叫TPG Tiny Property Graphic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和 GPG和PenG 以及和GF 一个性能的对比 可以看到我们比 JPEG高出了47%的性能 尤其在GIF上 我们会有一个85%的这种 这种大小的提升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不是牺牲了一些性能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是我们一些对比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张图分别是我们 JPEG PNG 以及我们的GIF图的一个效果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的肉眼 其实是很难看到 其中的一个区别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那个压缩最大的一个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GIF 从我们的1.79兆币 然后压缩到了 我们只有153K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 80%以上的这种压缩率的提升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 我们都换这种压缩模式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种 游戏的安装包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可能大家还会有疑问 就是说我们在做了 这个事情的同时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 CPU and memory 的消耗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我们的编码的 在同等quality的质量下 然后我们的efficiency 我们会比VIP以及GPEG 还要高 我们可能会比VIP会高 会高23.5%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VIP已经是一个不错的 这种编辑码的 这种帽子 但是其实我们会实现一个 比它更好的一个效果 同时在解码上 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图片 也是从我们的这种 server 来进行转码生成的 那更多的性能呢 会体验到我们在 Glant上的一些 这种解码的性能的消耗 可以看到 我们在解码性能消耗上 其实我们也是 优于VIP和GPEG的 这就为我们打消了 更多的顾虑 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 把这项技术 应用到我们的游戏的 这种图片的素材的压缩 当中来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实现的过程呢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easy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一些游戏的素材 我们以H5 HTML5为例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 我们本地的 就是把我们游戏端的这种 DPEG呀 以及其他的游戏模式 传到我们的 上传到我们这种CDN上 然后我们指定我们的 这个 Covient rule 然后我们就可以 转变成我们 对应的一些 TPG的图片格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在我们的 这种无论是 H5 还是Native的这种版本里面 我们都可以 植入我们的SDK 来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 很好的decode 然后就可以得到 我们对应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Unity 对应的这种EC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 将它进行 考证到这种 对应的图片模式上去 这是我们 两个比较大的使用场 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H5 game 一个是我们的PC 和Mobile game 那在其实 在中国呢 我们 腾讯的浏览器的内核 X5内核 其实覆盖了我们的 KQ WeChat 和Browser 等多个的产品 在这个里面呢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想玩一些这种 H5的游戏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 集成任何的这种SDK 然后就可以在客户端 实现一个解码 在中国现在比较火热的 小游戏的引擎开发平台 比如说白鹿 他们已经集成了 我们这个技术进去 那其实以后 大家下载到的 就是一个真正的 这种TPG的格式 然后我后面 我会有一些效果的 这种展示 包括我们在 如果在我们的这种 客户端上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 安装一个很小的 这种大概是几十K 的一个SDK 那我们就可以支持 我们的这种 TPG格式的Decode 我们其实 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们的客户呢 会我们 Tensit的内部的 我们的Mobile KQ KuZone Kubros 都会已经接入了 我们这个服务 我们以KuZone的这种 来举例 就是说KuZone呢 其实是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 这种图片类的 因为它有一个 相册的服务 它会有很强的 这种图片的 这种大流量的 大流量的这种消耗 那其实通过 我们的上线以后 我们观测的数据 那真的 KuZone的数据 是我们大概下降了 整个流量的40% 对它也进行了 也那个 形成一个很好的 这种成本的节省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是我们 Tensit的VGame的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 集中了TPG以后 然后整个我们这种 游戏的 首页的加载速度 会发生一个 很大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对比前几张图 其实 可以看到很多图片 它都还没有加 还在loading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张图 使用了TPG的这种 格式以后 我们又有一个 非常大的这种 速度的upgrade 然后这样的话呢 其实因为很多用户 尤其是H5类型的用户 然后如果loading速度 非常慢的话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耐心的 尤其涉及到这种 国际化呀 以及这种 尤其中国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这种复杂的 网络情况环境下 那这个 加载速度的提升 对我们用户的体验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改善 接下来是我们 GME的第三个 GME Solution的 第三个组织部分 是我们的 In-Game的 Media Streaming Service 前面呢 其实我们会重点讲 我们Tensit GME 在我们技术上的 一些积累 以及我们对技术的 一些深刻的了解 那Tensit呢 不仅有 我们 其实我们不仅有 很深的技术积累 同时我们也把这个东西 跟我们的 内容进行了一个 很好的结合 For example 其实 这是我们 在中国 上个月排名 No.1的 AP-Star排名No.1的 一款游戏 叫KQ飞车 它其实里面呢 就是由我们集成了一个 KQ Music的服务 当你在和Friends 在玩游戏的时候 那不仅说我们可以一起来 进行竞技 进行对战 进行沟通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一起来 进行这种 听歌的 这种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和 KQ Music 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合作 然后我们可以 把KQ Music的内容 然后 包括它的Copyright 可以share 给我们的 这个Developer 同时呢 我们不仅说 我们有它的 这种具体的 每一首歌 同时呢 我们可以和 KQ Music 做一个很好的联动 包括它的这种 歌单的list 然后我们可以同时 拉到我们的 这个游戏当中 那这样时候呢 其实我们和它 形成了一个 很好的 和KQ Music 形成了一个 很好的联动 那在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 Wars Solution 会和这个东西 会有一个很强的 这种结合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其他的 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WebRTC的 这种Game Voice Solution里面 它会有一个 很大的缺陷 就是说 当我们在使用 Voice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可避免的 对我们的这种 Music 对我们的BGM 有一个 这种音质上的损伤 当然这个损伤 是由 这种手机的 这种处理带来的 但是为了避免 但是这个时候呢 会造成用户觉得 我们这个音乐的体验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下降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通过我们 技术人员的研发 我们和 Wars 以及FMOD 这两个是我们 目前 在游戏开发中 主流用的两个 这种音效类的软件 那我们和它 做了一个深度的 这种融合 我们其实 我们会形成一个 我们的GME plugin 然后我们会把它 植入到我们的 和游戏做一个 很好的联动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 把音效 以及我们的这种 Game Voice 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那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在 无论是你使用Hinset 还是使用我们的 Speaker的时候 你的 音质 都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变化 极大的提升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听歌的一个体验 同时我们也可以 很好的完成 我们的一个这种 游戏中 语音的一个交流 所以说我们 通过我们的技术 不仅我们为大家 带来了这个 Cube Music内容 也很好的解决了我们 在通话过程中 Music的内容 效果受到损伤的 一个体验 那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的这种 我们的技术的一些 底层技术的优化 给大家带来一些 创新技术的玩法 这个其实在前面 我们有一些介绍 其实我们呢 这个前面没有 详细讲 我现在详细讲 就是我们基于我们的 HRTF 投降官传递函数 我们自己 我们研究了一套 我们的这种 Special Audio的 这种解决方案 使得我们可以 模拟任何方位 发出的声音 我们不仅在 这个游戏 其实这个呢 其实 在我们一些 5.1声道和 7.1声道的 立体声音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东西 另外的 我们也在 我们这个游戏中 比如说我们 我刚介绍到的 这种VR board game中 我们对它也有一个 很好的这种体验 就是我们可以 让大家觉得 我们是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有一个很好的这种 和视频VR 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另外在 大逃杀类的节目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大逃杀类的游戏中 我们也可以 模拟某个人 方位发出来的声音 而且可以进行 而且我们更新的速度 会非常快 我们可以支持 每20毫秒 就可以更新一下 这个队员的方位 这个时候 那对整个游戏 这种交流的体验 会带来一个 比较大的改善 另外呢 就是我们和这种 卡拉OK 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我前面也有介绍 就是说 我们不仅可以实现 我们在主唱的人 有一个很好的这种 歌词伴奏 以及唱歌的 对齐的这种体验 同时我们在观众 也实现了一个 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套 很好的这种 voice change的技术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 已经用到了 我们的腾讯的 KQ的产品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 男生的声音 变成一个女生 可以把一个女生的声音 变成一个小朋友的声音 也可以变成一个 这种机器人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对我们 整个的游戏 有一个这种 增值服务的体验 因为很多人在游戏中 其实并不希望 他的朋友 听到他真实的声音 但是我们有一个 voice change的功能 那就可以帮这个功能 让这个游戏 变得更为有趣 那整个上面呢 是我介绍了 我们整个 我们再回顾一下 是我介绍了 我们整个GME的 一个solution 然后会包括四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的game voice solution 一个是我们的 这种图片压缩技术 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流媒体技术服务 另外就是我们一些 创新的这种技术的玩法 然后今天呢 其实由于来到 我们也给 我们overseed的 这种developer呢 带来一个这种 我们3month free trial 如果大家可以 扫这个二维码的话呢 其实会进入 我们的一个 这种申请的 这种well page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信息 可以大家检查以后 会获得一个 3month free trial 好 好 it's okay that's it okay 谢谢 谢谢大家